這塊青BB的是甚麼 墨西哥人很喜歡吃鮮人獎 鮮人獎?可以吃嗎?好像很有趣 鮮人獎在墨西哥飲食文化裡很普遍 像我們吃菜心一樣 他們吃的鮮人獎 因為他們真的有很多鮮人獎 不過不是甚麼鮮人獎都可以吃 是一大塊魚 而這種就是食用鮮人獎 他們只會選擇六個月至一年左右的鮮人獎 所以就比較嫩 也是因為墨西哥這麼乾燥的天氣 才會在這麼短時間做到這麼大的 吃下去就很清爽很鮮嫩 但是鮮人獎應該怎樣吃呢? 味道又是怎樣的? 吃之前就是要去一次 是連皮吃的 皮也是很薄的 味道其實有點像蘆薈加青椒 中間有些黏液令它更健康 排毒癌、美顏、清腸胃 是一個現在潮流經的superfood 也是其中一種 用來炸果汁很fresh 這間墨西哥餐廳 還用鮮人獎來做火鍋 火鍋上桌前已經放了材料 很豐富 因為我們的大廚是民西哥人 一個禮拜起碼都三、四次 我們廣東人湯渣就不要了 但是他們喝湯 很重視裡面的材料 素菜鍋用多款梳醬熬成 很清甜 加上一大塊鮮人獎 沒吃過可以試試 鮮人獎質感爽脆 味道偏酸 另一個雞鍋用圓隻大雞熬 不過不肥不油 廚師已經預先去油 這個海鮮鍋不少 湯用鴻魚牛 吃下order時再放上其他海鮮 例如蠔、蝦、大籽、八爪魚 非常足料、鮮味十足 唯一跟火鍋不同的是 不能煮煮煮煮 基本上湯底一種牛好 畢竟吃這個火鍋 最重要是湯底